倪伟真怀孕了 她怎么也想不到 之前决定不婚不孕的自己 竟然会母爱爆棚 想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给生出来 可笑的是 她怀孕这件事却不敢告诉自己的父亲 只因在倪伟真看来 自己的丈夫还不足以担当起一个父亲的责任 怀孕这件事 对方承担不起 但倪伟真却没法回头了 婚姻对于每个女人来说 都是带着些许期待的 所以倪伟真在认识了何志超之后 果断跟她闪婚了 跟一般情侣的路子不同 别人都是嫌恋爱在结婚 倪伟真却等不了 爱情这种东西 结婚之后照样可以培养不是吗 再说了 她是选择隐婚的 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张罗 跟恋爱唯一的不同 只是多了一个小红本罢了 可怀孕生子本就是两个人的事情 更何况之前何志超曾多次暗示过 她想要一个孩子 倪伟真怀孕了 却不敢告诉何志超 这是什么歪理 难道说肚子大了能藏得住吗 她整天跟何志超生活在一起 根本就瞒不了多久 也不知道她在纠结些什么 不过仔细想想 倪伟真之所以会惆怅 恐怕从一开始跟何志超结婚的目的 就不简单吧 何志超年纪小 还没做好当爸爸的准备 这完全是倪伟真个人的猜想罢了 其实真正不负责任的那个人 是她自己 因为倪伟真结婚 并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单身的时间久了 想找个伴侣罢了 之所以要跟何志超闪婚 多少掺杂了一些对前任的抱负 毕竟她的前任也是在出国之后 抛下自己 跟别的女人结婚的 别看倪伟真嘴上说放下了 其实对于女强人来说 一段失败的感情中 最大的因素还是不甘心 可能倪伟真已经不爱前任了 但抱负的心理依旧是存在的 凭什么对方可以背着自己结婚 而她就不能在前任回头之际 赶紧拉一个男人结婚呢 说白了 何志超对于倪伟真来说 不过是个工具人罢了 从倪伟真不肯公开这段婚姻就能证明 她从没打算好好跟何志超过下去 明明知道姐弟恋不靠谱 而且两人的年龄差距 肯定会让男方家长不满意 可倪伟真还是任性地结婚了 或许她只是想着 先用一个小红本绑住一个小鲜肉 等自己真的从上一段感情阴霾中走出来了 就会彻底跟何志超提出分手吧 既然从一开始就不爱何志超 倪伟真又干嘛要跟人家结婚呢 明知道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 她宁可谁也不告诉 也要跟何志超在一起 如今好了 怀孕了 相比于其他夫妇的欣喜 倪伟真倒是有几分完蛋了的意思 毕竟这个孩子来得太过突然 她完全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说什么孩子爸还小 其实真正不成熟的人是她自己 不过倪伟真之所以会如此不负责任 恐怕也是因为 从小被家人宠爱过度的缘故吧 要么说你爱孩子就等于害孩子呢 这直接把下一代都给害了 我看你这种孩子有点好